哈囉大家好我是賈士博 本期影片帶大家看一個消息 百度裁員 百度大家都知道是在中國算是數一數二的大收信引擎 那前提就是因為Google沒進去 Google一進去可能就不是這樣 反正百度也算是比較大的 那百度現在要裁員 說真的龍頭都會裁員 就更不用說中小型的企業 所以說苦日子要到 這個也不是開玩笑 我們來看一下吧 各位我總結一下重點給各位快速看一下 百度這次裁員當中 直播業務九成員工被fied掉 直播喔 你看直播這兩年感覺風口非常非常的兴盛 結果現在馬上就要大裁員連維亞都被全網封殺 遊戲部門全軍覆沒 遊戲部門三百多人接近全部被裁 我可以相信今天能夠加入百度的這員工 要嘛就是很優秀的學校畢業 要嘛就是他們的工作經歷應該都很不錯 說裁就裁 沒有一個雪花是無辜的 直播又被裁九成 那財經直播也被裁員 教育也被裁員 通通都被裁 那第二個百度的副總裁 什麼亂七八糟的副扯人 也都被離職 所以這些副總裁也好 負責人也好 都只是打工的 都只是打工的 管你職位再高 年紀多大 鹽巴吃再多 沒有用的 百度將上位化 提為業務的首要指標 坦白講就是不賺錢嘛 說扯一堆 那百度遊戲呢 是財源的重災區之一 那一位不久 離職不久的百度遊戲員工說 那是因為遊戲優真的很垃圾 連他自己都說自己公司很垃圾 之前遊戲沒有任何成果 代理的都是一些不知名的網頁小遊戲 那百度的MVG很多中高層 都熱衷於做向上管理 而非貼近優 各位啊 這個我們身為華人就知道啊 拍馬屁嘛 就只是官僚文化拍馬屁 報喜不報憂 疫情一來了 誰也不敢提離職 大不了躺平 沒想到財源潮一來 讓人觸不及防 那最近呢 中國的科技公司大規模財源 愛奇藝啊 抖音啊 字節跳動啊 快手啊等等 都傳出大財源 然後找到一張錶 這個是近期一些大廠的財源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就快速念過 你看百度啊 騰訊也財源 字節跳動 字節跳動就是滴兜嘛 的我們公司嘛 所以你看啊 抖音啊滴兜啊 非常非常火爆 可是呢 照樣財源喔 滴滴也是啊 財源啊 哈囉還有西城 神舟優車 也要財源 瓜子蘇寧 新浪閱讀 這個 VIP Kid 這個我比較不知道 馬蜂窩 微品會 微品會股膠說真的表現也很差 去哪兒 宜信 然後水滴 未來汽車 未來汽車 未來汽車也要財源 未來汽車去年長30倍 結果現在要財源 快手遊戲部門360 愛奇異 愛奇異這個我們之前有做過專題 我最近做了很多專題 真的都是跟中國公司來去裁員 有關係啊 所以說真的 在收集這些資料過程之中呢 我看也是觸目驚心 而且也是有感而發 第一個 故意選擇在新年之前啊 來大財源啊 大家都知道嘛 新年大概大部分都是在1月份2月份嘛 大財源啊 資本真好手段啊 奇怪 為什麼共產主義之下 資本加盛行呢 資本真好手段啊 財源還會挑時機啊 一堆年輕人畢業啊 都傻傻的 大公司好啊 大公司棒啊 大公司太棒了啊 用不完的新鮮韭菜啊 我今天裁員一批 以後我要再用人 我再找更便宜更新鮮的肉體 對不對 就來吧 根本就不怕 第三個 我個人覺得啦 大公司什麼都想做啦 像百度你看搜索引擎 又想做直播 然後又想做遊戲 對不對 那是不是明天要賣奶茶 戰線拉太長了 太貪心了 所以就容易虧損連連 當一個公司形成官僚文化 一堆龍圓啊 迷蟲啊 大家就整天拍馬屁啊 沒有人敢講真話 各位 如果說一個組織啊 哪怕是小公司 中公司大公司 或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反正大家知道啊 當沒有人敢講真話的時候呢 那老闆也放任啊 也不管啊 那這種公司離倒閉啊 說真的就不遠了 所以你意思說百度會倒閉嗎 我不知道啊 可是呢各位好 科技行業啊 變化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你看十年前到現在 改朝換代多少 那現在跟下一個十年 會不會現在檯面上公司幾乎都不見 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靠山山倒 靠男人跑 靠大公司會倒 所以靠自己最好啊 自己都學點投資啊 錢滾錢不像嗎 打工仔啊 無論職位再高啊 說真的命運隨風飄啦 那只依賴臨時薪水 簡直是拿自己的人生 是開玩笑啊 那當然我不是說工作不重要 畢竟我們絕大多數的人 都不是含著金湯匙出身 我們出社會的話 肯定也是要經過社會的一個磨練 然後先累積自己第一桶金 但是呢 我的重點是 當你有這個社會經驗五年十年 然後你累積第一桶金之後呢 你是不是就應該要想犯設法 開始進行去投資理財啊 投資啊 難道你三十年都想要這公司養你一輩子嗎 怎麼可能對不對 所以齁 勤奮努力 但是卻不用腦袋的話 這種人齁 說真的 只會陷入最大的一個陷阱 那我記得在前幾年 2015年到2018年 你可以看互聯網網路上很多很多的論壇文章 一大多人在網路上炫耀自己 喔 進入大公司多好 喔 月入 月入五千美金 喔 很少啊 壓力很大 喔 那個自己公司月入差 好比說十萬人民幣 喔太少了 整天一大堆這樣反而賽啊 現在呢 現在這些人還叫出來嗎 各位 如果說你身邊有這種朋友 請記得問候一下 當初他們多炫耀 多放了賽啊 好好的關心他們 欸你現在怎麼樣啊 有沒有發展更好啊 喔 人員人員記他們一下 我覺得應該蠻好玩的啊 那又上角這個圖喔 因為最近聖誕節嘛 所以我找了一個聖誕老公公的圖啊 這個聖誕老公公啊 就跟大家講啊 大家一定要努力工作 奮發向上 雙手萬人 效忠公司喔 你們就一定有更好的未來 嘿 然後呢 老闆我就可以去買勞斯萊斯跟兵力 最新款 好 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邊 那主要就講一下百度啦 以及其他的各大公司 然後他們盡其裁員啊 那說真的啊 沒有人希望說裁員 如果說今天假設我們是一個高學歷的年輕人 我們也希望說交入大公司 然後呢 前任市井 然後甚至呢 爸爸媽媽也是以我們為榮嘛 可是呢 我們都不是第一天出社會 對不對 我們在社會經驗 難免也是看到 好跟不好的現象 所以齁 我們也知道啦 嘿 單純的依賴公司齁 也是很不可靠 如果說你今天加入一個大公司 那老闆對你不錯 幫你當自己人 那 你運氣真的很不錯 你一定要好好的跟這個老闆 但 大部分公司呢 要嘛就慣老闆 要嘛呢 嘿 收財員就財員收倒閉就倒閉 實在是風險太大 所以呢 各位齁一定好好的 要好好的去學理財啊 學投資啊 越早越好啦齁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